俄国大包子等于中国饺子,看了其他国家的饺子,你会如何选择饺子,作为中国的标志性食物,已经传遍世界各地,每逢过年过节中国人民都会弄些饺子吃吃,不少的外国人也被中国的饺子所征服,然后就开始了他们国家饺子的制作,下面有请一号选手,俄罗斯作为这一次的世界悲剧办方,为了欢迎中国球迷的到来, 他们制作了许多美味的食物,包括有中国特色的饺子,做得跟中国的包子一样大,而且是土豆馅,主食加主食,吃了一定白饿,二号选手,意大利西方世界的面食大国,意大利把饺子玩出了各种花样,千变万化的形状和多变的馅料,简直人才啊,意大利饺子大多为四方形,常见的馅料组合,有菠菜奶酪,火腿奶酪, 小牛肉,南瓜等,不知道好不好吃,三号选手,尼泊尔当你第一次看到MOMO时,你一定会觉得,这不就是沙县小吃里的柳叶蒸饺吗? 除了蘸料吃咖喱酱,而不是醋和辣酱外,MOMO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跟沙县小吃相差无几,MOMO的馅料大都是水牛肉馅,异国他乡的熟悉感,四号选手,乌克兰,这是我最不喜欢的饺子,可能因为我不喜欢甜食吧? Vareniki可能是最神奇的一种饺子,因为它是乌克兰人的饭后甜品,作为一道甜品,Vareniki常见的馅料,有各种果酱,乳清奶酪等等,不,过乌克兰人最喜欢的Vareniki还是酸樱桃馅的,坚决抵制甜食主义,看了这几个国家的饺子,你有没有想尝一尝的冲动呢? 谢谢大家